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午就改了 改到一点半又改到两点半 哪怕都改到一屋起飞了 可是飞机因为天气原因还是飞不了 诚意他是真的特别想到成都来见他的果果们吧 12号一点多都下班了准备往这边赶 可是因为天气原因最后不得不取消行程 其实本来就是非公开活动 诚意不来也不用专门跟谁说的 但是他还是专门让工作室发了粉可见的微博 告诉果果们他来不了了 让果果们不要等他了 回去一定注意安全 诚意的网确实不快 但是对于他的果果们 他真的比谁都在乎 每一次网快的时候都是因为果果 看到有黑粉骂果果 他会对黑粉说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请你不要骂我的粉丝 诚意自己知道要被骂了之前没有在乎自己怎么样 而是发布告诉果果们 你别看你别怕 这一次也一样 诚意因为天气原因来不了 果果们虽然特别伤心 却没有一个人怪他的 因为果果们都知道哥哥其实也特别的想见我们 但诚意会觉得自己本来决定要去的 结果自己失怨了 他会觉得对不起他的果果 他跟果果们分享了天空的照片 别人发的天空要么晴空万里 要么就是漂亮的晚霞 可诚意他发的天空是乌云密布 他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是爱他的果果们只需要一眼就看懂了 诚意这是跟果果们解释 不是他不来 而是天气原因他来不了 救命 谁家明星因为不是自己的原因而取消了行程 还要跟粉丝们解释 果果们真的是被诚意放在了心肩肩上 我以为这已经是最浪漫的事了 结果诚意还连夜专门做了手模 让带到斯凯奇的门店上 手模送到门店的时候都还没干 所以这真的不是提前计划好的 而是诚意专门送给成都果果们的礼物 果果们也是有趣 看到这手模还没干 不能摸的还说着不能摸那我能亲吗 虽然诚意哥哥他本人没有来到成都 但他的心意我们真的感受到了 他都叫诚意了 真的是诚意满满 我们喜欢他也感受到被他放在心上的感觉 以后我们不用去横店也有手模可以打卡了 这是诚意哥哥给成都果果独有的浪漫 虽然我们这次在成都没有看到哥哥 但是来日方长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 一定会让哥哥感受到我们成都果果的热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